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话不多说了 赶紧跟我走吧 这是我现在在的新华展区的地图 这两种我们也是特别发起了一个苏萨斯打卡快闪的抽筹的活动 您去到这些地图上标的点位其实都是可以集张的 那我们的集张是有两种方式 一种就是线上打卡 您可以看到旁边的这个相框 来到每一个地图上的点位 找到这个相框 拿出手机去扫相框下面的二维码 就可以去丑工地解锁一个点位 集到一个章了 集到了今天的第一个地图章 接下来我们进去赶紧参观一下吧 一进来就是一个新华社区历史的揭绍 它是起源于最早是这边会有一个法华禅寺 所以您可以看到这条路 它其实是叫法华镇路 它是包括五个主题章 和两个特别计划 您可以看到这个展翔就是有安居乐业漫游去学 还有移养 而两个特别计划呢 其中一个就是细胞计划的公共艺术 还有由大鱼营造发起的人人街区计划 我现在来到了综合为老服务中心 听说里面也有一个打卡点 跟我走吧 移养老友进 打卡 现在已经来到了上升新锁 我不是为了去里面的游泳池打卡拍照 而是为了来看15分钟社区生活圈的主题演艺展区 哈喽 哈喽 你好 欢迎来到本期城市风天艺术季的主题演艺展区 所以在这次上升新锁的这片展区里面 我们有哪些地方是可以去参观打卡的 这边我们包括两个主要场馆 三个社区盒子 还有七件公共艺术作品 另外还有一个15分钟预见长云的长云色展 这是本次展览的副本 名叫戎 那现在身后还有我们脚下的一个大型装置 就是围绕未来感和交互感 设计的一个艺术体验装置 哇 起完了一段 这请你爱一下 就是罗子嗨 周获了上升新锁主题演艺展区的三个章 在导览员小姐姐的指引下 我现在来到了一个透明的盒子前面 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 如果你们需要待在一个透明房子里面 24个小时 你们会想要做些什么呢 在上升新锁这里就会每天都有一个艺术家 在这样的一个透明盒子里面生活居住 这次出来逛展览有一种寻宝的快乐 看我发现了什么 这也是上升新锁的一个艺术装置 叫找到胡萝卜的第一天 又发现了一个AR导览点 打完卡了 但是我觉得这个社区儿童揭描点特别有意思 可以看到它结合了很多艺术和教学 可以让小朋友们虽然知道这是来打疫苗来打针 但是并不会害怕 跑了一个上午 依然没能把新锁社区的全部点全部走完 但是刚才我们数了一下 这里有25个已经核销了对吧 再加上手机上核销了5个 一共是30个打卡 然后30个打卡可以根据上面写的兑换三次抽奖机会 所以潮潮要开始抽奖了 2 B 等奖 H 等奖 H 是口罩夹 然后其实我们奖项里的每一个奖券都是有对应食物奖品 就是来者极右奖 这么好 口罩夹 所以还有最后一次的抽奖机会 我要加油了 就是你了 特等奖 太幸运了 您可能是第4个特等奖 太好了 太好了 我来感受一下 我今天幸运值100 急急忙忙的从新华社区赶到了草阳社区 我现在是来到了草阳仪村社区故事馆的门口 非常这么着急 是因为他们告诉我说 今天下午有一场老物件征集的分享会 我听这声里面好像已经开始了 我们赶紧进去看看吧 刚才听了很多爷爷奶奶分享他们以前老物件的故事 然后我在这里看到一个我也很有感触的 我也是上海土生土壮长长大的小孩子 我小时候 拜托也会用这个来给我做一些衣物啊什么的 我想问您怎么会想到在这样的一个故事馆当中 做一个老物件征集的创意呢 我们现在在的地方呢 是叫草阳仪村社区故事馆 其实这个空间呢 本身是具有过一个三层的一个办公空间 那我们是借这次他们改造的机会啊 我们也是一起跟金云一起发起 我们做了这么一个社区故事馆 听完了老物件的故事分享会出来以后呢 遇到了我们草阳社区的推荐人陈老师 你好 因为我刚才听了那个故事会以后 我觉得对这一块的历史底蕴更加感兴趣了 我们边走边看看 跟我们介绍一下 好的 我们草阳仪村呢 是五一年建成的中国的第一个工人的历史新村 至今呢 就是今年正好是七十岁生日了 有七十年的建村历史了 当时草阳仪村的建村的一个特点 就是叫什么红屋顶白墙壁 通过今年的这个我们城市更新改造以后 这些小洋房保留了原来的原貌以后 它变得更加的漂亮 逛完了草阳的居民区啊 我现在又来到了白喜公园 这也是另一个可以值得大家去打卡的地方 白喜公园的前市呢 曾经是铁路 后来变成了农贸市场 现在啊它是上海第一个艺术高线公园 走进白喜公园啊 发现这里跟我之前去过的其他公园都很不一样 它的空间啊被化成了三个部分 我现在呢在地下一层 这里更多时候会放置一些展览 而这一次啊 上海城市空间艺术季草阳社区的主题展就在这儿 楼梯上来来到白喜公园的第二层空间啊 这里更像是一块开放给附近的居民 市民可以在饭后来这里休闲运动散步的区域 再往上走一层 就来到了白喜公园的第三层空间了 看到我身后的拱顶没有 它是不是有一点像火车站月台的顶棚呢 那站在这个步道上面啊 不仅能够看到曹阳社区的全貌 同时在时间上 它也是结合了历史和未来的交汇桥梁 白喜公园就是一个这样把历史和未来结合在一起的公园啊 在这里我们能够看到非常老旧 充满了时间和沧桑感历史底蕴的旧墙 还有这些现代化的新的艺术装置 所以呢在这里 潮潮也要呼吁大家有机会的话 像我一样找一个闲下来的一天走出家门口 去看看寻找一下你身边的15分钟社区生活圈 说不定艺术就在你的家门口哦 好了这期节目我们就先聊到这里了 喜欢的话记得长按点赞一键三连 我是潮潮你们的推浅姐 让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